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气象局发布今年西北太平洋上 第12号台风梅花的海上台风警报 中国台风梅花在早上8点的位置 已经来到鹅兰比东北东方 大约38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向北北溪的方向移动 由于它的气急风暴风圈 即将影响到我们的东南部海面和东北部海面 所以气象局针对上述两个海面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其实台湾附近海面的风浪 已经稍微增强了 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明天风浪会比今天还要再增强 而且今天清晨在台东 已经观测到1.8米的长浪 提醒大家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蓝宇 恒春半岛沿海 还有马祖沿海会持续长浪的现象 就台风的未来趋势 台风在今天它的移动速度会越来越慢 之后在星期一星期二两天 它会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北的方向移动 到星期三才逐渐离开 所以目前看起来星期一星期二两天是最靠近我们的时候 也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雷达资料 目前从雷达回坡上已经可以看到中度台风 梅花的台风也 中度台风梅花它的结构 以及它一圈一篇 一波一波的外温环流正在靠近我们陆地 受到外温环流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甚至东部比较偏北的地方 已经开始渐渐下着雨 预估今天的天气受到外温环流的影响 在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雨会越来越多 雨会越来越多 至于其他各地 还是属于午后震雨的天气形态 另外澎湖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至于所下的雨是 今天在东北部的山区 北部山区和基隆北海岸地区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就是因为天气的变化 所以今天马祖北部东北部的高温 就不像昨天那么暖和 今天高温大约只有29度左右 其他各地高温走在31、22度 台风最靠近的星期一、星期二两天 北部东北部的下雨时间更长 整天都会有震雨 其他各地也都会云到的时候 会下一些雨 不会只是午后震雨的形态了 而所下的雨是 我们预估在北部东北部地区 和中部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这种降雨情况要在星期三 台风若渐渐地离开以后 这样的情况才会比较反合下来 至于在风的方面 受到外国幻流影响 台湾附近沿海有比较强的阵风 我们预估今天在宜兰 高雄以北地区 还有澎湖地区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明天随着台风更为靠近 绿岛南雨 花莲以北 西半部沿海地区 马祖和澎湖也会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 刚刚提过有长浪的现象 长浪不会只出现在今天 我们预估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绿岛南雨 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长浪会持续到星期三 甚至今天到星期二 由于适逢大潮 所以在新竹以南的地区 还有澎湖地区 也要注意会有海水倒灌或局部淹水的状况 台风正在逐渐地靠近 在外温环流影响之下 我们的风浪已经增强 而且已经开始沿海有强震风及长浪的情形 提醒大家从事海面上的注意或活动 要特别的注意 而北部东北部的降雨 今天开始到明天会更为的增强 这边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 台风今天逐渐靠近 星期一星期二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提醒大家从事任何活动 要随时注意我们最新的台风预报 以上是今天早上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